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去检查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我进行这个砂糖的炸鸡 首先我们先绕一圈看 昨天我已经把一些成熟的果汁发霉之后 我剪掉 今天又看到了一些 虽然这些长得很漂亮 果汁的熟度已经达到了 我就是想维持到准备过春节的时候 可是不晓能不能维持到那个时段 因为这些果汁也是已经很熟了 我们看这些皮已经开始软软了 OK 我怕现在等不到那时候 我们看这些橙子 像这些橙子的话 应该是还可以维持的 可是像这些呢 就可能等不到那时候了 因为我们看现在已经全部都已经 长得满满了 然后全部都已经变成红丝 昨天刚刚剪了一些 今天又已经出现出现一些青的这些 希望是可以维持到锅节的时候 我看这边都已经满满了 OK 我们现在会去看一下 OK 我们看还是有挺多的 这种 很多 这些 看一下 看 看这里 已经翻霉了 因为这些果一定很熟的 我们看 我稍等一下 我先 把 这几个 啊 需 剥皮之后 我再看一下那个 加接的那块 我要先 把这 这皮 剥害 OK 好 这边 才昨天而已 可是 有些已经烂掉 好 像这颗的话 我现在会 会剪闪一下 好 这样子 这些的话 这些的话 我们还是要丢掉 OK 可是我先 摆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 OK 那我们看 这边 上次我已经 加接 可是我留 很多 这个分叉枝条 总共有五个 然后这边 有一个地方 已经 蒙发芽起来 这边 有一个 我现在要 啊 这个地方 已经 吐 想吐开 哈 所以我 现在要把 它的这个地方 挑起来 OK 看 看 有一个 这边的 这几个 都还没 蒙发芽 或者旁边这里 它的芽已经 长起来了 哈 OK 看看 那上次我就 留 两个地方 然后 这一颗呢 就是野生的 一个 一种 幼子 OK 然后今天 看起来 也是 长得 蛮好的 所以我 就是要 现在的话 我会 啊 维持 这 这种 状态 哈 维持 这种 OK 啊 上次我 加接的 就是 我 要选 使用 这 这段 枝条 哈 一段 一段 然后 这段 枝条 大概 三到四公分 啊 最长是五公分 左右 现在 我们要 旁边 它可能会长出 很多 蛇芽啊 所以我们要 尽量把这些 蛇芽的 拿掉 不要留这些 蛇芽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蛇芽 如果 它长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 会把这上面的 新的 这 枝条 会 会弄死 哈 所以我们要把 上面的 下面的这几个 蛇芽的 有看到 长起来的话 我们要拿掉 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 加接 才可以成功 现在我们剩下 这边 跟这边 哈 然后这边的话 就已经 啊 这样也是 算成功了 只是 现在我们 等它的 芽芽发 大而已 而这边呢 也就是差不多 啊 ok 因为我们这 啊 现在还是冬天 所以 啊 这些的 长得还 还不是很好 ok 然后我们看 这边是 上面哈 我们 看比较新俗 哈 果子 这些 已经很熟了 哈 然后 只剩下 一些绿菊的话 还没成熟而已 ok 只要 这个绿菊 还没成熟而已 哈 这是绿菊 这边 上次 我这些果子 都是进行 果子 加接 哈 果子 加接 我们可以看得到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果 现在已经 很熟了 我看这里 啊 这些都是果子 加接的 好 今天呢 我的视频就 先分享到 所以 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和登记我频道哦 这下一个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 更好看 更有价值的哈 这 这颗是 橙子 再见咯